立太妃胡善祥之子 朱祁鈺为君 年昊景泰 代帝监国 你母后换了一个人当皇上 你不用死了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娘换了一个人当皇上 你不用死了 他好接着垂帘坚果 依着我儿子的年龄 他只能回家养老了 所以我们家 就是他在眼中盯肉中四 他只能回家养老了 你没看到吗 这么冷的天 内宫就给了这么一点叹 太妃 大家活敢来点一个喜吧 什么 太妃 我刚登基了 恭喜太妃 恭喜太妃 三位大人 我的意思是这样 是 现在的战事 江苏的兵不是已经调过来了吗 咱们 是不是可以反攻了 我想直接下旨 调零各部 争取过年钱 把瓦剌打回去 请皇上三思 这事你现在要是不办 等到了开春 想办也办不成了 野仙是连战连败 已经输了六场 江苏的五十万运粮兵也到了 这就好比上桌耍钱 人家的本是越来越后 您还玩什么呀 本来手里攥着一张通杀的牌 一转眼 屁都不值了 皇上 我看那野仙 早晚把仙帝给送回来 我是皇上 是啊 城外面那位也是 你 把那个小皇上的头给砍了 明天挑在杆子上 他虽然不是皇上了 可他还姓朱 这些军队不出来报复 就说不过去了 太后 咱们军队这边 和瓦剌那边 是有互通信息的军使吧 讲军使 找于谦军 我是想找军使 给我哥送点饺子 我是接着城外也好 还是做普通的百姓 岳太后 给我和我娘 一定要生路